有人就会问您这个问题 说这个地壳的变化 海水的变化 这个跟道德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 有关系 就是像那个水试验里面讲的 为什么呢 物质是从人性改变 我们肉体是物质 我们的人性善良 可以把我们的生病细胞 能够恢复正常 所以这种意念来治病 最高明的 按照您这种方法 来治国 来跟人与人相处的话 那个T壳会改变 会改变不错 会恢复正常 人心能够影响和改变世界 这种说法有多少人会相信呢 我们来听 这些权威的科学家们是相信的 这位是美国原子科学研究所 高级科学家迪恩·莱丁 但是有另一种方法 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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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现代量子物理学证明,人们的想法、说法、做法必然会影响到周围的环境变化。 这种理论在中国其实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,叫做天人感应。 它的基础是中国传统哲学体系中的天人合一的原理。 它所揭示的是一种十分圆满的万物运行的法则。 天代表自然万物,而人只是自然中的一部分而已。 人和自然万物是个整体,无法分开的。 所以云云众生的所作所为,一言一行,必然会影响和改变周围的天地万物。 天人感应一点也不神秘,它只是一种自自然然的反应而已。 几千年的历史和现代的科学都证明了这一点。 中国的古圣先贤教育后代子孙们,尤其当自然界或自己的周围发生了一些灾变的时候,就要警惕和反省。 这往往是上天垂向,人们必须要尽快忏悔自己的过失和邪恶,发誓永不再做,才可能会转危为安。 使一切重新再回到风调雨顺,平安祥和的正常运行中。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古老的原则之一。 小到一个家庭,大到整个天下,吉凶祸福的运行规律全部涵盖其中。 可以说古今中外有史以来,无有例外。 中国人一定要做,要知道自己祖宗五千年传统的,那是神圣的教育。 所谓神圣教育,就是符合大自然法则的教育。 神,前几年,99年吧,99年,50年,建构50年, 我来参加这个庆典,国家宗教育接待我的。 那是剧长叶祥文先生,他请我吃饭,就弹起来。 他说我们共产党是无神论的。 我听了之后,我说,剧长,那个神那个字是什么意思? 它什么意思? 我说神,你看看,用转字写的时候,你就清楚了。 转字,这个左面是个是,是上面的两横,两横呢,上面也很短,下面很长。 那个在古时候,这个字就上子,上下的上,就上天了。 下面三条,三条表示上天垂向,用现在的话来讲,叫自然现象。 哪一样不是自然现象? 人生也是自然现象。 这边是什么? 这边是个神。 神你用转字写出来,这就等于三个关口。 这一条线广通。 这个意思很明显。 你通达宇宙自然现象的,这个人就叫做神。 我说,是这个意思啊? 不是,是啊,如果是无神论,那就肯定,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宇宙自然的真相。 那人就变成愚人了,愚痴了。 他说,那我们以后不能再讲无神论了,对了,没错。 所以你要懂得这是个字什么意思啊? 神这个意思就是通达宇宙自然的真相。 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是诸法实相,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 你能够通达明了,这个人就成为神人。 圣跟神是一个意思,圣是明了。 明了,宇宙人生真相的人成为神人。 明了还没有完全,没有完全明了,没有完全通达,成为贤人。 圣人是完全通达明了,是这个意思。 在中国这个字的意思你要搞通啊。 你要懂得它什么意思啊? 所以现在变成这个简体字的时候啊,这个是很糟糕。 这很多的意思都不懂,都都看不出来了。 所以中国文字在全世界,任何国家民族找不到的,智慧的符号。 你仔细去观察,你会觉悟啊。 这两个字念于四,就是求语的祭祀典礼。 这种天人感应的典礼在中国,比周朝还要久远的远古就有了。 两千多年前的东汉,于四已经列入国家典礼,以后历代都有研习。 每年春四月,皇帝要率领文武百官隆重地进行求语大典。 这些在历朝历代的史书中都有详实的记载。 比如清圣祖十路中,一代明君康熙就尊尊告诫自己的皇子和诸位大臣。 他说,我已经当政五十六年了,大约有五十年再起雨,每到秋收都是丰收。 过去旱灾,我就在宫中祈祷,常跪三昼夜,只吃点清淡的菜,连油和酱都不敢用,以表达我摘戒的诚心。 第四天徒步到天潭,在祈祷,忽然云雨大作,步行回来,地上的水漫过了斜。 后来其他各省的人来经讲述,才知道那一天,全国各省都下了雨。 所以我说,京城所至,天地一定会有感应。 明朝的大明会典记录,1585年,大汉无语,连井里都没水了。 万历皇帝亲率四千多名文武官员到天坛其语,他发布训词,天时抗汉,固然由于他本人缺乏德行, 但同时也是贪官污吏,刻拨小民,冒犯天河的结果,务必要改弦更当,赤退恶人,推行人政。 神宗实录记载,未到一个月,咒语带着冰雹连降了两天。 在清朝的《适宗实录》记载,中国历史上最为勤政英明的帝王之一雍正多次批示, 从来天人感应治理,影响快捷,凡是地方汉烙灾害都是人事造成的,或者朝廷政务上有过失,或者总督巡抚大人们独职,或者太守支县不称职, 又或者一个地区之中人心奸诈虚伪,风俗不够厚道,这些情况足以冒犯天河而招致灾殃。 地方遭灾,官员奏报,雍正皇帝就批示,像你们这样的巡抚,我就知道地方必无丰收之理, 天降冰雹,为什么专降在你们几位所属的地界,真是太奇怪,太可怕了,你们做官十分不妥,要小心。 何等都府就有何等年岁,天道随人,快得很,实在令人生畏。 在直省都府中,气量狭小,浑浑噩噩,没有像你们二位的,刚到湖南,水换道,掉到江西,旱再来,去了甘肃又下冰雹,如此响应,奇灾奇灾。